好,我們看到第四十頁的這個D 還有一個定住的意思 發音的時候,舌頭向前用力頂 頂頂上齒銀 衍生出抵擋、定住的意義 中文的同音同意字 擋、堵、頓、呆、頓 都有這個意思 第一個dem的add that dem 水壩,聯想法就是有阻擋而儲存水功能的建築 聯想這樣子去聯想,它會阻擋水嘛 所以水壩,dem,第一開頭dem 政府將在這條河上興建一個水壩 the government is going to build 建立,build a dam 一個水壩,on this river,在這一個河上 第二個,death deaf的add death,短音的add death 隆的,就形容詞隆的 他的聯想法就是聽力被擋住 所以deaf,deaf 只要是聽力被擋住的話 你就想到這個第一開頭的 第一開頭的發音,deaf,隆的 這是一所隆雅學校 this is a school,這是學校 for什麼,for deaf children 隆的,小孩,deaf children this is a school for deaf children 這是一所隆雅學校 第三個,dike the i-dike 堤防,堤防跟這個水壩有一點點像的意思 阻擋河流的建築 堤防,dike 堤防是興建來阻止洪水湧進陸地 而dike is built to stop water 擋住水,flood flood,flood是洪水 water flood,洪水 unto the land land 是陸地 第四個,donkey the donkey 驢子 笨蛋 他的聯想法就是這個智力被擋住了 所以是阻擋意思 智力被擋住所以是笨蛋 所以donkey,驢子 笨蛋 驢子是一種長耳朵的動物 a donkey is an animal 什麼樣的animal animal是動物 that has long ears 有著長長的耳朵 ear要加s ears 耳朵,兩隻耳朵 所以要加s a donkey is an animal that has long ears 第五個,dow the o dow 形容詞是刀刃鈍掉 鈍的 或者是天氣陰暗的 雌鈍的 不靈敏的 那你想想看哦 這個刀子鈍掉啊 所以這個第一開頭啊 dow 很好記吧 鈍的 dow 刀鋒光線感覺被抵擋住了 所以就是鈍,鈍掉了 dow 第六個 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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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聯想的時候呢 就是說後智力的功能被擋住了 所以變雅 變笨 所以這個被擋住 這個擋這個字 dow dow 所以他這個聯想法 就是用中文的聯想法 去記這個英文單字 就會比較好記 你會想到說 雅巴笨蛋 這個是智力被擋住了 就想一下被擋住了 dow dow ok 去稱呼一個人 把它調上去一點 去稱呼一個人 是笨蛋 是非常粗魯的 It is very rude Rude就是粗魯的 to call 去稱呼 someone 稱呼一個人 a dummy 稱呼一個人為笨蛋 這是很粗魯的一件事情 It is very rude to call someone a dummy 第七個 dum 注意這個b 不發音 dumb 只要發dum dum 形容詞是雅的 沉默的 愚笨的 這個一樣 就是說話或智力的功能被擋住 dum 而變笨 變雅極笨 這樣 前面這個dummy 是雅巴笨蛋 這是名詞 然後這是雅的 沉默的 愚笨的 這是形容詞 所以要記得dum 這個b 這是形容詞 dummy 這是一個my 這是名詞 那你要怎麼記 這個名詞是dummy 形容詞是dum 我是這樣記 雅巴兩個字 所以dummy 兩個音節 dummy 兩個音節 y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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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個字 然後d就是形容詞 yad 一個字 你就想一個字 yad 就是dum 一個音節 或者是笨蛋 dummy 兩個字 笨的 你就想笨的就好 不要想愚笨的 笨的 笨 dum dum 這樣記就好了 好 第八個 dum bell 雅鈴 這好記嘛 dum就是雅的嘛 雅 你就記一個雅字 dum bell就是零啊 零 鈴 鈴當的零嘛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聖誕鈴聲 bell就是零嘛 所以dum bell就是雅鈴 好 第九個dark 黑暗的 秘密的 悲觀的 黑暗的這個最常看到dark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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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下光線 被阻擋了 被阻擋dark 第十個durable 耐用的 持久的 聯想一下東西的耐用性 抵擋得住使用 d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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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久的 再來第五種就是動物嘴巴或物體發出的聲音及其動作 發音的時候舌頭觸及上齒音的動作衍生出動物嘴巴或物體發出的聲音及其動作的意義 同音中文的同音同音字像爹到當丁倒東這個都是一種聲音的動作聲音及其動作像這個爸爸dad的ad 小孩子出生的時候沒多大會講話的時候第一個字就是媽媽或爸爸所以這是人類發出聲音的時候啊不管哪個國家都習慣發這個音哦 那台灣就是爹嘛爸嘛就是那個阿的音有沒有dad我爸爸喜歡去跳舞my dad liked to dance 我爸爸喜歡去跳舞my dad liked to dance dance是跳舞第二個單字dance這邊就有了齁舞跳舞名詞的話是當舞動詞是跳舞腳踏在地上發出聲音的動作齁這個蹬嘛腳一直去蹬地板 所以是dance dance這樣記他從未學過跳舞he had never learned to dance 第三個drum鼓發出咚咚聲的樂器咚咚咚咚嘛所以是drum drum也是第一開頭啊drum d跟r這個音黏在一起的時候你就要發dra不要發dra這個我們之前講哆啦A夢就有講過了齁dream不要發dream哦dream這是drum鼓 他剛從非洲買一個鼓他剛從非洲買一個鼓he just bought a drum from Africa 非洲Africa 好最後一個dab敲打鼓聲聯想一下他是敲打發出的聲音dab 好下一節開始我們就講到這個e這個單字囉 會設定還有呢 谢谢大家